我是前天的时候跟一个战友咱们在这个电话中 这个战友现在肯定是在看直播 这个战友是刚刚的从国内跑出来 他就说七哥 我看你那么多年直播 共产党的假片偷黑 我作为在体制内我是看太多了 他就这一个假 没有中国人认真面对中国共产党搞的假 他说这整个是国家这个民族的悲哀 而且大家都对共产党的假已经完全接受 习以为常 就中央电视台撒谎说 他说最后所有老百姓不被假一下子 不被共产党假骗一下子 你过不了 他就让台湾这个事情了 他说真的老百姓真以为共产党有本事打台湾吗 他有多少人呢 没多少人 都是那平均十六七十八九的 没有任何事的 也没女朋友 也没男朋友 一帮子猥琐的一些小屁孩 当年知识青年上线下乡 那些王八蛋的叫什么 他的三代 这叫文三代 就文化大革命那帮傻傻们被弄到乡下去 就像什么孔丹孔洞啊 就像那中国的什么中信啊 这帮孙子 他们所谓下过乡 回来对社会的报复 我讲过多次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这帮王八蛋 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就是变态的文化大革命 上山下下支的青年 和当年的红卫兵 这帮孙子就是变态 他明知道共产党没有本事打 他还希望共产党能做出一个鲁莽的去打 就像当年所谓的当年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 慈禧命那些所谓太平军去对抗 明知道送死 他说你去想想中国什么不假 中国统计局有一样是真的吗 他说七哥 当你说出人口 中国不到十亿的时候 他说我真别 所有身边人说 郭文贵这此人不一般 他说呢 腾天骂你的人都说了 郭文贵越爆料 质量越高 越爆料 他又发现这家伙子整成事 因为中国太假了